服務的士業界近四分一世紀的創紀車行 處事工程 車隊管理優良 凡事責任閒線 盡心培訓新手司機 如果你都想加入的士業界 創紀車行是你不義之選 我 林九 誠意推介 不大 赶致 衣天 有 VIP AND этот 在 Ю 和 大家來到今天是雞蛋大作戰 今天我們來到九龍城,九龍城後旺島 我想很多朋友都露驚過,可以說是朝聖的 或者有些人都會聽過這間餐廳 看見這麼多,不用說這麼多,亂發 亂發,亂發,不想到 首先說價錢,可能有些朋友說 一個特餐都六十多元,但其實你問我 你可以看品質,可以接受 性價比我覺得還可以 早餐可能因為多士,雞蛋還可以 可能貴三十多元 尤其是多士我很喜歡 你看它的質感 我覺得有一次香香麵包 因為香香麵包我從小到大都喜歡 尤其是麵包,你看它的質感 看起來是手包,不是機包 吃起來質感很好 我可能是香香,我從小到大都喜歡 有些朋友就特地為了蛋和蛋自尼全勝 對,蛋非常出色 還有炭火叉燒 對,叉燒 也很有名 我一來到就被這個吸引了 沒錯 這個旋風蛋西炒飯 對 很有趣 西炒飯 好像元朗沒有元朗的店 我不知道西方有沒有西炒飯 廈門也未必有廈門炒飯 西人是否吃這些炒飯呢 我理解是以前我們想著西式做法 用些茄汁炒飯就當成西炒飯 那是否就這樣 對 對,就這樣來 就這樣來 你好像生日蛋糕那樣 要不要吹吹吹吹吹 看到蛋是很滑的 蛋汁 還未凝固 有一點滑溜的感覺 我試一下 西炒飯 西炒飯 我從小到大都喜歡 西炒飯 有很多小朋友有茄汁 酸酸的 我很喜歡這個彎角 這個tomato 你看看 很新鮮 你看到很juicy 還有一個是圓過番茄 用來做這個旋風蛋 我又不知道你有多喜歡吃番茄 所以我就沒有加很多 我試一下這個 粥料 粥是粥 加多一點茄汁炒 我覺得會好一點 酸多一點會好一點 它OK 是不是 我喜歡這個茄味會比較濃 這個 如果在我 覺得 它就 味道不會太鹹 不會太甜 但是 就 不突出到那個番茄味 如果多一點茄汁 酸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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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想試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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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蔥花 炭火叉燒蛋 瘦叉 來的 不是肥叉 來的 這個 其實這個 也有五燃燒雲飯 炒蛋飯 是 煎蛋 但是我們這個 是炒蛋 我試一下這個 蔥花 因為蔥花炒蛋 你可不可以 從小到大 其實我半夜三間 有時肚餓 很簡單 雞蛋 蔥花 用來炒飯 已經很好吃 媽媽時很流行 尤其是吃剩的 炒夜飯 家裡多數 老一代的人 家裡多數都是懶飯 他們要吃而吃剩 明明吃不到這麼多 都煮多些少 讓他們有剩餐 對 對 對 你也猜不到 茶餐雖然看起來好像很瘦 吃起來又不是很好吃 不是很硬很柴 還有少許炭火味 吃起來 真的看不出來 雖然我喜歡吃肥叉 打算軟一點 雖然這個 雖然不肥 但都軟 對嗎 這個很難得 很難得 其實這個 又可以當作伏蓉蛋飯 對嗎 伏蓉蛋不同 伏蓉蛋最高的境界 我要煎到那邊有一點脆 對 比較滑 香的 這個吃滑 還有蔥 可以混進去 符蓉蛋 麻糬 麻糬 那些茶器 不要再放蟹柳 不需要 什麼東西都放進去 像他全手的東西 放進去 炸燒絲 蝦人 火腿絲 火腿已經不好 現在火腿炸 是嗎 是的 好了 這個就是特餐 老特 沙爹牛肉 這個要讚 我覺得醃過牛肉 師傅挺好的 雖然茶器可能拿牛腩吃 但是看牛肉 健健 脹糊糊 牛肉為什麼會脹糊糊 吃水夠 吃水 回來醃牛肉 我們要牛肉一定要加水 你不吃水的牛肉 還有不要加鹽 一定不可以給鹽 一給鹽 它會流水出來 變乾 我們給些生抽 薑汁酒 生粉 拌一拌 這樣就可以了 而且拌的時候 如果太乾 它會逐少加水 吸到牛肉 會脹身 牛肉脹身後 好像這樣 拉幼 牛肉脹身後 一脹身後 食內自然 就不會硬 牛肉脹身後 你的纖維已經破壞了 它的意粉 不好意思 我們白色 要等 浸一段時間 但是沒有淋 沒有漿 如果剛剛來到桌 那一刻 應該是最美的意粉 那不用說了 難道你在茶叉丁 會吃到al dente的意粉嗎 師傅 處理得OK 還有 要說一聲 湯意粉 真的香港獨有 可以這樣說 是 西人不會這樣吃 香港的 香港人的智慧 你當它是pasta的醬汁 不錯 這個沙嗲也很香 OK 牛肉是有質感的 那種 搓到鬆泡泡 你不止在吃什麼 牛肉 但是是麵花 沒錯 泡了 都不止什麼 有時候衰得聞到 梳打味 這個是港式炸爹的味道 你又不可以說 跟我們上次慈雲山那種 不同 這個是港式的 對嗎 另外這個 我又想試一下 是的 很多朋友特意呢 可能呢 我有沒有刀仔呢 我每一開二呢 用一斤先弄著 是嗎 可以試一下 我這樣拐開它 你弄得很 是的 其實你叫我 如果這樣抹大口來吃 這個真的要賺一下 好功夫 你看看 沒有刀也可以這樣 不用我自己來 自己來 我不介意 這麼久不久 吃麵包而已 真的好功夫 這些就是失傳了很久的 牛斷絲連刀法 玉斷難斷 這些很難學得到的 知道嗎 當然 好像不知道 以為裡面有芝士 西門吹雪玩了劍這麼久 都沒試過有這麼厲害 阿九哥完了 真的 你看 好滿足 沒得彈 它最好就是它就烘了底 麵包就烘了 吃下去 我最好吃的東西 我一滴下去那一刻 你知道這個味道嗎 有一點是甚麼 我們以前小時候 你有沒有聽過那間彈道 有 有 以前舊的彈道 是雅加露街 我們一推到門進去 你已經感覺到那股咖啡味 混合那股蛋汁味 蛋汁味 蛋汁 是呀 整個蛋汁是充足夠俗味 這件蛋汁一吃下去 有那個感覺回來了 嗯 而且呢 雖然是一件事的 師傅處理得很好 應該是塗了牛油在上面 麵包是脆得來裡面軟的 是嗎 所以我剛才說 眼一看下去 這件多士是很棒 嗯 很好吃 這件蛋汁 近期在香港來說是很難的 很多時候 蛋汁麵包又過硬了 它不知為何漢然 脆得來是慘口的 有些 這個呢 脆得來是不會慘口的 還有我想 雞蛋應該都特轉過 那些牙迫水 很漂亮 是嗎 我就不知道它 但是呢 我自己在家裡 我就用開湖南蛋的 湖南蛋的顏色就漂亮很多 湖南蛋 有些是泰國蛋 有些是泰國蛋 對 那你買蛋的時候 如果在大型的蛋店 你還會說 我想用一些深色一點 有分的 那些力康蛋的就淡色 不好看 用來炒飯 用來燉蛋也不好看 那些 那些 始終我們國內 或者現在日本仔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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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幾十年的研究 有些人是蛋 有蛋 膽固醇 那些人研究了 其實是沒有接觸關係的 其實蛋吃多少 當然你不要多 吃多少 也無傷身體有什麼大的影響 那就解開了一個謎 那其實 你說有沒有膽固醇 不可以那句 教主說 少吃 多餐 那些食物不好吃 那麼多 有時候膽固醇 也對我們好 我們有分好膽固醇 壞膽固醇 對呀 飽和不飽和 對呀 你看 吸收什麼膽固醇 沒錯 還有雞蛋裡面 有些卵卵脂 對呀 卵卵脂會令我的皮膚更好 對呀 所以吃蛋 有些朋友說 有膽固醇 有膽固醇 其實不用怕的 我個人認為 你吃得多少 你吃得多少 真的 尤其是來到聯發這裏 就盡情一點 只不過有些人說 如果好像你殺膽 膽固醇 或者會稀少少 對呀 這個可能會 即是膽固醇 會清爽少少 你吃不到這麼多 我說起雞蛋很好笑 我小時候在潮州 那時候去探親 我八九歲的時候 我們潮州人有個風俗 你去到當地 我一見到你來他家 他就最忍要你殺雞蛋來吃 因為碗裡面有粉絲 豬肉和雞蛋 不是給你一隻兩隻 我試過最厲害的那碗 一次是 放了六隻 還是十隻 在碗裡面 你要跟他吞下去 才會給面 大件事 因為以前物資不豐富 雞蛋是貴的 上賓 講到貴的 現在來說 其實印尼姐姐來香港 他們很開心 就是吃雞蛋 因為印尼雞蛋 他們說是很貴的 是嗎 對 所以你給雞蛋 他就很開心 反而總要吃印尼番薯 印尼的蜜糖番薯很好吃 來到香港又有多貴 是嗎 大家提了 這裡是自動的 不用叫師傅 生還是熟 是嗎 有時要吩咐師傅 不要那麼熟 炒蛋 這裡不用自動的 有奧紐的感覺 這麼滑 但是沒有奧紐的招呼 大家都明白 這裡的姐姐很友善 我們很合作 多謝他們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先吃完 我媽媽 散碟 再見 拜拜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